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刚刚跟那个比喻师母跟远南牧师吃饭的时候还在讲 这次时差调得特别糟糕 因为一回来以后不到36小时就在家教会要讲两篇道 然后很多事情加合在一起以后的话 等一下如果你们看我突然间好像人不知道在哪里 你们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希望我还可以撑得住 回来之前的两个礼拜左右 我在洛杉矶 因为我女儿住那边 我们去就做阿公就很高兴 所以离开是很舍不得的了 刚好我们 我是五三化工 五三意思就是民国53年进到台大化工系 所以我们叫五三化工 所以我回来前两个多礼拜刚好是五三化工 我们毕业48年的一个退休会 应该算是 但是他们要出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没办法去 但从洛杉矶开始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吃个饭 那吃饭的时候很好玩 因为吃饭我们有差不多50个人左右到了 中间有大概十几位是配偶 所以有三几位同学 中间有十几位 我们看了一下 居然我从1968年大学毕业去当兵以后就没有见过面了 所以48年都没有见 那有的人还是很客气 说你都好像完全没有变了 怎么48年怎么可能没有变了 对不对 这是完全是 你知道是 这的话你就听听就过去就算了 但是很好玩就是跟我同桌的一位林同学 我蛮熟的 因为以前我们住在台大宿舍里头 我们那个101宿舍室是很有名的 因为我跟另外两三个同班同学住在那个房间 旁边就是厕所跟洗澡洗手间 所以所有我们同学住宿的人来洗澡 来上厕所都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我们这个很有名的101教室 那一位林同学的话跟我坐下来 然后他就开始 林同学三问 他说罗志道 他说我听说你现在是基督徒啊 我说是啊 他说很奇怪啊 他说我当年我在台大的时候 我还常常参加夏令营啊 参加什么东西 我都没看过你 我说对啊 我说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想信嘛 这样子 那我说 那我说你那个时候基督徒 我都不晓得 他说我到现在还不是基督徒 他50年前参加夏令营 到现在还不是基督徒 我说那林哥亮 那我要好好为你祷告了 好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 他说 听说你这是牧师啊 然后后面就加了一个感叹号 他就说 Unbelievable 我一定当年同学的时候 一定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当牧师呢 那我们就没有讨论下去 后来我们讨论第三个问题 蛮有意思的 第三个问题 他就说你觉得当牧师 对你来讲 哪一样你的工作里头 对你来讲是最有挑战性的 我想了一下 我说因为已经想到 那个时候要来这边了 我说可能是讲到 他说你以前演讲什么都还不错的 我说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我的工作的话 我原来是他化工 出去念研究所 也是念化工 念高分子 然后毕业以后 待了一些公司什么 觉得都不错的 如果从人的眼光来讲的话 我从1974年研究所毕业以后 我就在职场服事 应该算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职业经理人 应该可以算 如果从career progression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因为我除了从 因为一毕业 拿了博士毕业的话 你就不是从最基层干起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带人 然后很快就做经理 后来做总经理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我自己是 有很多机会来把一个小公司 把它整大以外的话 后来我后面十几年是做咨询的 做咨询的话 其实我帮很多的CEO 或者是他们那些管理人员 帮他们做咨询工作 所以除了自己跳进去管以外 还帮别人来做管 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 我就觉得 对我来讲去跟别人谈问题 或者是我常常被邀请去演讲 中文演讲没问题了 那英文演讲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们好几次 我在欧洲美国的演讲的话 其实在底下 CEO级的VP级的很多 但我说我都还没有 像我讲道这么紧张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的东西比他们懂 因为他们会邀我去演讲 就是我讲我懂的题目 对不对 所以我讲的时候 我很笃定的 但是我在教会里头 我说我讲道的时候的话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 我必须知道上帝要我讲什么 这个就很麻烦了 那对于当中我们当中有 不是基督徒的 对不对 你不必举手了 我曾经不是基督徒 我比较喜欢用的是 你还不是基督徒 比较难的是这一点 我怎么知道上帝要我讲什么呢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后来就有一些探讨 我等一下会稍微 跟着相关的题目上 也会讲一下 那今天会选这个题目 我们题目打出来 今天会选职场服饰的 N朝与N高 这个很咬文绝字 我用白话文来翻译一下 职场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那我对工作地方 职场的定义的话呢 不必一定是在科学园区里头 在银行里头 在公司里头这种的 如果说你是在做一个义工 比方说那是工作 做妈妈的 你帮小孩子换尿布 那是工作 就是我们醒着的时候 除了吃喝拉扎睡以外 我们做了很多 跟别人互动服务的这些工作 对我来讲都属于工作 那这个讲得清 这个比较文雅一点 就叫做职场 叫职场服饰 那么职场服饰 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 你的服务的话呢 N朝跟N高 N朝英文是 是Calling 就是说你自己觉得 你在你这份工作上 你做妈妈也好 你做 在南港这边园区里头 你做一个经理也好 做总经理也好 你有没有一个使命感 你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叫做N朝 那因为我们 从基础角度来讲的话呢 等一下我会讲的 就是我们的Calling 我的Calling的话呢 其实很多 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当时未必那么清楚 但是很多 其实是跟 我从上面 我所敬拜的神那边来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用N高这个字 N朝这个字 N高就是什么呢 N高 有翻成Empowerment 有人翻成负能 有人翻成负权 都有对不对 就是因为上帝 把我呼召来做某些事情的话呢 我就要相信说 他会Empower me 他会给我一些能力 让我在这些事情上 这些工作上 我所做的服事上 我能够带出一个好的果效 所以对不起 我用了一个比较 姚文决志的 职场服事的 N朝与N高 那希望我 我今天继续讲下去的话 会比较清楚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那刚才我讲到 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所以从1974年 另外研究所以后的话呢 一直到我去年 算正式退休 但其实 我后来刚想了一下 不对 我说是去年是退休了 但是我这个礼拜 已经开过 跟我公司的人 开过了三次会了 那我只是没理薪水而已 那其实还在还在做 所以如果从74年算起的话 我已经四十几年了 除了前面第一年 勉强不算经理的话 那职业经理就有四十几年的 刚才讲到的 我很感恩就是说 从生涯的一个成长过程中 算是应该算是 还蛮算挺成功的 刚刚讲好人好事代表 不想你还把这事情抖出来 那个故事其实很好 我还是讲给你们听一下好了 因为我高三 那个时候我高三 结果呢 高三结果后来 学校都推荐我 做什么好人好事 我心想这怎么可能 对不对 结果后因为他指派了 那县政府 然后就在我们 我是云林县抖六中学毕业的 所以我们在抖六那边 一个中山堂那边的话 就是颁奖 然后这个人上来黄某某 黄老先生 造桥补路 然后是好人好事代表 然后李某人 水灾的时候救人 什么东西的 然后到最后就是 罗志道同学 品学兼优 这个是 然后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匾 一个很大的匾 除了一个奖状 也还很大的匾 那我妈妈当然高兴嘛 对不对 因为我妈妈 我妈妈因为她是 她是真的是模范母亲 我有三个哥哥 有三个弟弟 两个姐姐 三个妹妹 我们家 我们家有两个将军 我们家有六七位博士 我们家有 我们家有大使 我们家有建筑师 我们家有会计师 我们家有律师 我们家有工程师 你们需要什么业务 你找我就可以了 那我妈妈是 真的是配得 好人好事代表的 可是她跟我 前后的话 既然她是 她是模范母亲 然后本人就做了 一个好人好事代表 我觉得这丢脸就别提了 但是我妈很高兴 就放在我们家 然后一直到 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然后我弟兄姐妹说 那这个还给你了 我当场就在 我爸妈家 就把她踩碎掉了 那因为实在 实在不能算好人好 是嘛 因为你只不过是 算是好学生 你每年都当模范生 是真的 因为我是在 料化当先锋 以前抖了中学 对不对 那很小的学校 所以你会念书以外 演讲比赛你也去 对不对 我不会画图的 居然美术比赛 我都还参加过 我现在想起来 我太太说 你还参加过美术比赛 我怎么没看你画过一张图 你知道这意思 有时候我们在 在不同的一些 景况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被 被放在一些 一些角色上的话 我们不一定能够 很胜任的 但是因为你做学生的时候 你就听话 老师要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好 回到这个 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话 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 因为对 今天我想我们在做 应该是一半以上 是基督徒 可能一小部分的 不是基督徒 那我希望我今天分享的东西 对大家都有帮助的 因为对我来讲 我很幸运的 就是1974年开始工作 之前的一年 我的太太跟我 我们两个人信主了 我们接受耶稣了 那我刚才讲到了 很多生命中发生的 很多事情的话呢 在当时未必知道 是跟我们的信仰 是连上关系的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用我们 我们基督教教友的话 我们就讲 灵里头的敏感度 会越来越强 现在当然到了这个年纪 这么长的时间下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 有些事情 你很快可以抓到 上帝是 原来是他的意思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今天会跟大家 讲一些故事 希望你们不会觉得 太没趣 就是说 这么长的时间 下来的时候的话呢 我就发现说 我们每个人 其实我们人跟之间的 材质差别 其实不是很大的 我真的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 如果我们有机会来接触 我很喜欢我们成语里头 讲一个讲法叫 见多事广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more exposures 我们见得多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 我们市就会广一点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 我希望我们今天 虽然是我一个人讲了 我还是希望能够 以后跟大家 能够有更多的认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那我的背景 跟大家会不太一样 因为除了我在台湾这边 念完书 当完兵出去念书 然后在美国 那么长时间以外的话呢 我后面的一些背景 跟大家大概不太会一样 我等一下有机会 我再稍微讲一下 所以回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想说是 我怎么样从一个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如果是在职场来工作的话 我应该怎么样子来定位 讲恩招嘛 我才知道说 我在这个工作上 是神要我做的 我才知道说 我在这个工作上 既然是神要我做的话呢 他是不是就赋予我某些能力 让我能够胜任 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 来分享一个主题 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把一个 在基督教界里头 不一定大家知道的一些历史 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听听我看 应该也会蛮有意思的 我用这个图来 现在表达一下 这个图对于很多人 可能没什么意义 但是对于基督徒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图的话 我希望你今天能够理清楚 容许我问一下 看过这个图的人请举手 好 很少数 这个图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 一位很有名的大步道家 格培里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我还没有信 耶稣之前我也知道 有格培里 格培里老牧师 了不起 格培里的话 他是美国很多位总统的牧师 那所以人家 他有一个绰号就叫做 美国总统的牧师 那因为美国人很敬重他 所以也有一个绰号叫做 美国人的牧师 那他在很早很早 1974年的时候 我是1973年信主的 所以是本人信主以后一年 他讲过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基督教界有一个会议 叫做洛桑世界福音会议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他在那个会议里头 他讲说 他相信上帝往后几十年 要做的很大的事情之一 是在职场上 要让很多人在职场上得到帮助 那这个就带出后来 所谓的职场服事的这一块 职场服事传福音的这一块 那么这样 记得我刚刚讲 他是1974年讲这句话 结果我后来因为 因为我三年前的话 我自己想到说 罗子道啊 你是信主了已经四十几年的人 然后你做经理做了四十几年的人 你做牧师 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人 那我就三年前 那个时候委南牧师知道的 我就很清楚地知道说 我刚才讲我在讲台上 最困难的事情是 我要讲什么嘛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很清楚地知道一个 上帝要我讲的是 跟职场服事相关的一个东西 合理嘛 对不对 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有我这样背景的牧师不太多了 怪 比较怪的一个 对不对 那 有了这样的意念 我也不是很确定 上帝要我讲多久 所以我就有一个 我就开始很认真 我第一讲 我记得我讲了好久 想了好久 然后讲完以后的话呢 觉得有东西 然后再隔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呢 就会有第二讲出来 那刚刚讲过的 我讲到之前 我会换多声准备嘛 那我讲到里头 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讲完以后 我就会说 讲完了 讲完了 那没事 因为我们在淡水嘛 那没事 讲完了以后的话呢 那然后下来 然后通常我们是两堂到 两堂 我下来以后 第二堂讲完以后 我的师母就看到我 讲完了吗 我说讲完了 她说好 我请你吃饭 她就会带我到 加勒府那边 一个日本餐厅 我们去吃饭 好 那就是讲 然后 我说又来了 然后我就变成 讲出一系列的东西出来 但是回到这里的话呢 是1974年 葛培里牧师 讲了这么重要的话 大家都很尊重的 可是1987年 就是13年以后 因为我要讲这个题目嘛 所以我就开始 做一些research work的话 我就发现 我看了以后 吓了一跳 1987年 十几年以后 有一个很正式的 美国教会的调查 90%的信徒 说他们在教会里头 常来没有听牧师 讲过职场服事的事情 你就知道 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 是很慢的 那这个发展的慢 跟这个图有关系 因为这个图是 后来是什么时候呢 2005年的 洛杉磯会议才跑出来的 他们回去分析的时候 就发现说 哇 中间有一件 事情是我们要来处理的 就是说 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以前 我是被人家传了福音的 我就信了 那么一般 传了福音以后的话呢 我被传福音以后 那我就会被告知说 你要临修 就是你要读经 对不对 你要祷告 成了小组 然后你到教会里头参加 这个都 就是这一块 这个好不好 很棒 对不对 很对 但是呢 从 除了最早的 初期教会以后 从天主教 一直到基督教 差不多两千年多的时间的话呢 一个教会观 都是用这样一个教会观 这个英文 英文的一个字 可能有兴趣 它叫做hierarchical hierarchy 就是有一个层次 对不对 它hierarchical model 一个 我把它翻成一个 神职架构的一个教会观 就是说什么呢 我在教会 直接相关的部分的话呢 我从上帝那边 我知取力量 我得到帮助 然后我得到成长 然后呢 我再把这些带回家里头 我的十一柱形啊 那我把这个 把它那个图 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我们中国人看得比较懂的东西 我的财务啊 我的词汇工作啦 我做什么志工等等 这些的话呢 我把它应用到这边 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当我们用这个图 有一个hierarchy 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架构的 一个先入为主观念的时候 不知不觉两千年下来的时候 我们造就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的所谓的 星期天的基督徒 就是说我们星期天 我们到教会来 我们就跟神很亲近嘛 刚才委南牧师 带领我们敬拜 棒不棒 我们谢谢他好吗 我真的很喜欢领敬拜 谢谢 谢谢 我们就 在领敬拜 我们唱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神跟我们 我们跟神很亲近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当我们 当我们被这个架构 心理上也好 在实质上也好 不知不觉 带着跑的时候 被这样子一个 一个神职架构的 一个属灵观也好 教会观 带着跑的时候 你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信仰 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脱节的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 耶稣他自己讲的话的话 圣经里头有四本书 我们叫福音书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你们跟我一起念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这四本书讲的很多 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 所得很多很多的事情 讲过很多很多的话 好 那在马太福音里头 耶稣是这样讲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你们是世上的眼 是世上的光 成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十三节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 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 在天上的福 好 这这几节经文讲什么 耶稣是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做光 我们要做盐 我们如果想传福音的话 我们要有好行为 对不对 很直接了当嘛 你没有读过圣经的话 刚刚那几句话 我相信你也可以理解 这个如果拿来 跟刚才那个 那个图来做比较的话 我刚才讲到的 我把它翻成是 神职架构的属灵观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很多的 星期天的基督徒 被造就以后 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从礼拜天 到教会 亲近神 跟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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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高兴啊 然后星期一又要到外面去了 外面可是龙潭虎穴 是羊入狼群啊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我到外面去的时候 我要用另外一套东西 我要来活 我要来发展 我要成功 等等等等等等 礼拜天 到礼拜一 周日跟周间 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 鸿沟 Sunday Monday Gap 所以这第一点 这是我要跟大家 点出来的话呢 所谓的 主日 周一的这个鸿沟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跨过去 必须要跨过去 怎么跨过去 洛杉磯会议 在2005年 画出刚才那第一个 Hierarchical Model 就是 神职架构的 属灵观的同时 他们就画出了这个图 这个图 英文叫做Incarnational Model 就是 道成肉身的教会观 因为耶稣 我们的信仰里头讲的是 耶稣他是神 可是神的儿子 可是他 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上的话呢 为了我们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他所讲的 很多很多的话 很多很多的教训 包括刚才给大家 看的很简单的 几句话的话呢 都是跟生活 生命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那么 因此 刚才 我刚才画的三层 对不对 刚第一层上面是 上帝 神 中间这本是跟教会 我们一般能够 直接相关的 对不对 我们讲的 属灵的东西 讲到的查经 讲到的祷告 对不对 讲到的 讲到的到教会 底下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 我现在这个图 跟刚才那个图 差别在哪里 上帝还是在这里的 但是我们把第二层 跟第三层的东西 我们把它画在一起了 所有的字 跟刚才完全一样 这三个 灵修 教会 传福音 就是刚才的第二层的 然后这些 就是十一柱形 跟刚才完全一样的东西 这个叫做 道成肉身的教会观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很认真的 去看圣经的话 我们很实实在在的 来想到我们的生命问题 等等等等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生命中 我们生活里都碰到的 很多问题的话呢 上帝管不管 上帝管不管 上帝管是不是一定 透过教会那一块来管 其实不是的 因此这个 道成肉身的这个的话呢 很重要 很重要一点是 勉励弟兄姐妹 那我自己看到以后 我其实已经有那个观念了 因为这个 这很后面 我才看到东西嘛 但是我就发现 原来我 几十年 因为那个时候 我05年出来以后 没多久 我就看到这个图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信主已经三十年了 那我就发现 哇 怪不得 以前教会里头没有讲 那我很多的挣扎 如果有人跟我讲的话 其实可以 可以省掉很多的一些困难的 那我 我希望我们既然发现了以后 我们现在 我们来补救 还是来得及的 那所以回到这个的话呢 这个图 道成肉身的教会观的话 告诉我们什么 礼拜天到礼拜一 这红沟完全可以跨过去的 我礼拜天 清净主 我礼拜一照样清净主 我礼拜五 公司里的最忙的时候 照样清净主 那我就想起来一个 很好玩一件事情 前年的宇宙光刚好访问我 有一篇文章 你们有没有谁看过 原来我做了一件事情 很好玩的 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你自己很多事情 你自己主观的 你就变成习惯 自己不一定知道 我在公司里头 很多年了 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当我碰到很大难题的时候 我在我的房间里头 那我的房间通常是有个玻璃的 人家外面看得到吗 那我就开始在那边吹口哨 那我可能吹口哨 吹了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我吹的都是什么 我吹的都是诗歌 然后我就出来 那出来我就跟大家聊天啊 什么东西的 然后还算还算还算蛮和蔼可亲的一个一个总经理这样子的哈 但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就换两公司了 我从台口那边有个秘书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然后换到Horton 有个我自己教了一个很好的姐妹 也是基督徒 原来她很早就发现我这个秘密了 我自己不知道 很多年很多年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 罗总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时候在吹口哨 那我就笑 我说我在那边吹口哨 我又没有隐藏 你们当然知道 他们说 但是我们就知道 当你在吹口哨的时候 你虽然面带笑容 其实你那个时候都在想要解决问题 面对很大困难的 然后他们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熟 他们说 罗总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 我才知道 他们都在为我祷告 那后来我就跑出一个 一个绰号叫做吹口哨的CEO 这是我清精神的方法 这是我清精神的方法 我不是建议一定要这样子 我现在连口哨都不太会吹了 都不太会吹了 但是你就发现 我们每个人 其实我们找到我们的方法 那上帝的话 我这些年代 如果我要做个总结的话 我会这样讲 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没有哪一件事情 会小到 上帝不管了 也没有哪一件事情 是大到 他管不了的 Amen 我们这个脑子 可以接受吗 请问你真正这里接受的人 有吗 有 很好 好 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 hierarchical model 从一个 一种 一种非常层次分明的 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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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进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个面向 都有他存在的话 那你这个生命是会不一样的 把它运用在职场上 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工作上 你就会发现 哇 这个其实是 不敢困 会有很大很大差别的 很希望我把这个原则的话 能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今天基本上 严格讲 其实我今天能谈的东西 是属于 比较属于序论的东西 或者是概论的东西 因为都是讲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那如果 今天讲完以后 伟南牧师觉得 这个人还是可以让他再来讲的话 以后我们再 我们会继续用比较 比较清楚的题目 我们再继续来讲 好 那刚才我讲到了就是 从1974年 葛培里牧师讲了以后 87年的 那个调研的话 仍然是90%以上 没有听过 一直到2005年 洛杉磯会议出来 这两个图以后 蛮震撼的 蛮震撼的 那其实2005年之前 大概十年 已经从全球来讲 基督徒圈子里头 其实已经开始 有蛮大转变了 那在我们台湾的话呢 我如果要去做 我没有做很详细的一个 一个research work 但是我会觉得 台湾的话呢 差不多 有15年左右的话呢 其实已经有蛮多人 在讲这个题目了 那国外也差不多这样子 那有一位牧师的话呢 叫做Paul Stevens 他画了一个图 我很喜欢 我就拿出来 要跟大家分享 他画这个图的话呢 他叫做 Cake of Calling 就是 Cake of Calling actually 就是使命蛋糕 使命蛋糕 那Paul Stevens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Paul Stevens的话 他们把它翻成叫做是 市井圣徒的一个先锋者 他就专门去到那个菜市场里头啊 然后去传福音啊 就是跟传统的牧师 传统的这种传道人 很不一样这样子的啊 那他画出这个图的话 我自己非常喜欢啊 那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给大家解释 因为我相信 对大家会帮助的 他就讲到就是说是 如果你圣经熟悉的人 不熟悉也没关系 因为我用的圣经 这个蛮简单的 就是 你正是不是基督 你也知道 我们相信神创造万物嘛 神包括造天地嘛 包括造人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从圣经第一本书 叫做 创世纪 你看我的J-Light开始了 创世纪第一本书里头 在造了人以后 上帝就跟亚当夏娃 就跟他讲了 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换句话说 神把跟他一起来 治理的一个能力 赐给了人类 这一点的话呢 就叫做 我们一般叫做 创造使命 OK 然后呢 耶稣为了我们 刚才讲到十字架上 被钉死以后 三天以后复活 复活以后呢 他就跟门徒 他们有一些相聚的时间 那么在马太福音 最后一章 二十八章 后面那边的时候 在一个使命山 我很高兴 我可以讲使命山 因为我两年前 我终于第一次 去了以色列 我们站在使命山上的时候 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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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光的牧师也有去 我们拍了不少照片 那使命山 其实那个山很矮 但是使命山上 耶稣就跟门徒讲了 说你们要去 使 熟的人跟我一起念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为他们施洗 等等等等 对不对 那么因此 那个使命山 那个就叫做大使命 如果说 创造使命 是给全人类的话呢 大使命 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传福音 OK 好 那如果 黄伟南也要传福音 禀运也要传福音 罗斯道也要传福音 那生命中 我们的一些差别性在哪里呢 我们的差别性 用Stevens的那个讲法的话 他就说是 我们每个人 还是我们个人的使命的 伟南牧师我很敬佩 很年轻就做牧师 这个人 三十年前就有人问他 你要不要放下工作来 做传道的工作 祷告以后说 不是啊 不是啊 然后就没有去 也学很多神学院课了 他就没有放下来去 全职念神学院 但是上帝也没放过嘛 十五六年 十六年前 你还是 还是做了牧师 对不对 这个我这样讲 其实开玩笑了 因为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 因为 因为神要 黄牧师走的那条路 跟 黄牧师走的那条路 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起 我今天讲的题目 我来讲 比他讲合适 因为跟我的背景 比较有关系嘛 那他讲的 有一些题目的话 我就讲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 神带我们 每一个人的话呢 有一个不同的 一个个人的使命 那我会把职场服饰这块的话呢 把它归到 个人使命上的 那我再引 两处经文的话呢 来跟大家讲 我引了经文 希望 对于你 你飞机徒的话 也蛮能接受的 这是耶稣讲的话 耶稣在约翰福音 十七章里头 这是我最喜欢的 一章里的 那个经文之一 就是那个时候 指的是耶稣 他已经知道 他要跟他门徒 他要上十字架 我们常常讲 他做了很多祷告 叫做分离的祷告 那分离祷告里头 他有这样子一句话 我们来念一下 你怎样拆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拆他们到世上 这是耶稣 他跟他的父 我们讲的 父神祷告的时候说 神啊 你怎么拆我来到世界上 我也要拆 他们就是 你们就是我们 要拆到世界上 这个的话呢 我把它运用在 职场服饰的话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被拆到世界上 其实带着使命来的 就是刚才讲到的 个人使命 这个个人使命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我们要找出来 当你知道 你个人的使命 就刚刚讲的恩招 你知道跟你不知道的话呢 差别很大很大 等一下 如果有时间 我可以讲 我个人的一些 一些特别的一些状况 好 那么 我再把 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是 使徒保罗写的一本 很棒很棒的书 有人是这样讲的 这个圣经里头 新约 旧约都来看的话呢 他们做过神学家调查 如果你只要选 一本书 哪一本书 会是你选的 那大家 选最多人是选 罗马书 罗马书 因为罗马书把整个神的创造 神的旧 为什么讲最清楚的 但是 以弗所书呢 在很多角度上 人家认为是 罗马书的缩影 那如果用 一章一节 因为 以弗所书只有六章 那么这样子来算 去撑的话 比重去撑的话呢 那很多人认为 我蛮同意的 以弗所书可能是最重的一个 它的比重可能最重的 那所以我今天选了 以弗所书 经文里头 相对不是最难的一些经文 但是希望跟我们 今天这个题目有关系的 所以我现在选的 第一个是 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第十八节 那这里我稍微讲一下 在第十七节 十六节那边的话呢 保罗讲了什么 保罗就讲了说 当我们 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做救主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 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 耶稣离世之前 他说是 我要到 父那边去了 他说但是呢 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圣灵 会到这边来 成为你们保慧师 所以我们就 作为信徒的话 我们相信 而且经历 很清楚的 就是有一位圣灵 那么在以弗所书的 第一章十七节 这边讲的 他讲的是一个 私人 智慧跟启示的灵 那这个灵会怎么样子呢 这个灵 我们来读一下 他说 会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里指的当然不只是工作上的 不只是职场上 但是我现在把它用到职场上 我再强调一下 对于绝大部分的人的话呢 我们 醒到的时间 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时间 都在工作的 那对于在场 我们比方说 我们在园区这边工作的话呢 你就是 you get paid for what you do 对不对 这是你的职业 那这边讲的什么呢 这边讲的就是说是 上帝不会跟我们开玩笑 如果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工作的话 难道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的工作 在这边 跟他的救恩没有关系吗 跟他派我们来 在世界上的任务没有关系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这里的话呢 他这边讲到就是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圣灵 我们自己看不清楚 但圣灵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启示的灵 然后我们就越看越清楚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边讲基业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了 就是这里简单讲的话 就是说是 在我们 我们把范围放在职场服饰 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就在职场服饰的这一块里头 我们必须相信 当神要我们去做的时候 他就会把一个产业给我们 给我们那一块 让我们在那一块里头 因着他给我们能力 我们能够做出 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我们来看的时候的话呢 你就发现 原来 原来我们讲到说是 职场服饰的恩招跟恩高的时候 是有一个命定的 因为耶稣说 父啊 你怎样派 拆我到世界上来 我也怎样拆他们 到世界上去 对不对 那所以 换句话说 用更俗的一个讲法的话呢 我的被造 跟我的职场服饰有直接关系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命定 能够把它理得更清楚 你就发现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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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造我的时候 早就有个目的了 圣经里有很多人物 我举几个人物的话呢 你如果不是基础的时候 你恐怕也会知道 摩西好了 比方刚讲 对不对 我们看出埃及记 我们看过红海 对不对 摩西被造的话呢 跟他领埃及人 以色列人出埃及 有没有关系 就是为那个造的嘛 那领以色列人 进到埃及去的人 叫做约瑟 对不对 约瑟是以奴役的身份 被卖到埃及去的 可是他会来做什么 做宰相啊 那这个 他这个的命定的话呢 是神安排的 另外一个做宰相的人物 一样的也是 被掳去以后当宰相 但以理有没有 但以理被 在狮子坑里头 差点被咬死那个 可是他是在 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 他就知道神 在他生命里头 有很特别的 一个任务的 那比他稍微早一点的 一个先知叫做 耶利米 耶利米我们常常讲 叫做 哀哭的先知 因为他工作很辛苦 他是到各地去传福音 他做先知 然后全世界都不喜欢他 然后他旁边的人 我说都是烂人 我有一讲 如果我还回来讲的话 我有一讲 我要讲 但以理跟耶利米的 但是我想跟他讲 就是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 其实在不同阶段 就突然就发现 原来神造我是为了这个 耶利米很清楚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上头讲到是 耶利米自己知道的是 为出母胎 以分别为圣 他很清楚的 所以你就发现 在这样形象 如果每个人 对于我们的那一份 抓得清楚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大胆地 跟上帝要求 到底你知道我是为什么的 我想到 这边主日学 小朋友主日学 有一个玩笑故事 有一天小朋友 在那边 然后就谈 然后主日学老师 他们就问老师 就说 老师老师 我们为什么有肚脐呢 那这个老师一下 被问倒了 就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那结果 刚好因为 因为有另外一个老师 跟他们上过 这个 烤面包的课 结果有一个小朋友 后来就说 老师老师我知道 我知道 结果老师 那你讲好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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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就好像面包一样 然后造好以后 就放到烤箱里去烤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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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白人 就烤得比较 快就出来 所以他们是白色的 然后 然后他们 烤得快焦的 就是黑人 对不起 如果我们 我讲 有种族歧视 赶快骂我 然后我们中国人 就是烤得刚刚好 那种的 那老师说 这个好像 我听谁 那跟杜奇有什么关系 他说 有啊 因为那个烤箱 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上帝就是说 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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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用这个你好了 来讲恩招 你好就是什么呢 当上帝 造好了黄伟男的时候 那个黄色的 那个黄伟男 黄伟男 穿起来 然后上帝就说 你好了 你将来要做牧师 我不好去点这个 饼韵师母 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 那其实上帝的命定的话呢 其实很早都给我们定好 我们不一定知道 但有些人知道比较早 有人比较知道 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命定 是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现在回去想 我刚刚讲的 事后有先见之明 就很容易去看 但是你真的可以是 可以去整理的 因为刚好 2009年 我从大陆回来 那回来以后 我们继续在 中华神学院修课 那有一门课 要写一个小论文 我都写了一个论文 就是我自己生命中 那个回顾 然后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 我自己就吓了一跳 我刚刚跟他讲 我是1973年信主 我是1972年结婚 所以师母跟我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们俩都还 都还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 有时候避免谈这个 因为我们做很多婚姻辅导 然后我们在大陆 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他们那些长老就可能说 罗老师 不要跟那个年轻人讲 你们结婚的时候 还没信主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夫妻关心不错 没有信主 结婚也很好 现在不是很好 对不对 那1973年信主 结果我几年前 念神学院那个课的时候 我一整理以后 我发现 我从1973到1991 18年的时间 就是我认识耶稣 在教会里头被造就 刚才那个图 那个第一个图 赌经啊 祷告啊 小组啊 然后被训练 要干嘛 干嘛 其实对我帮助是很大 所以我刚才讲 那个图不是错 只是我们在应用上的时候 应用不恰当的话 就出了2000年的问题了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很认真的 我的师母跟我们 真的很认真 希望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不光在家里头 不光在教会里头 而且在职场上能够做 这是我们的一个经历 18年 但是1991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回台湾来 做过总经理 回去 回到公司在加州 但是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俩有很多的一些祷告 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 今天不能讲的 将来有机会我会讲 叫做西安事变 1991年5月的时候 我在西安发生了一个 我们生命中的西安事变 简单讲 就是那个事情 带出师母跟我 我们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快要两年 其实那个之前开始祷告 那个年初就开始祷告 我们祷告两年的话呢 就发现一件事情 是的 我们1973到1991这段时间 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看的话 到底是有好人好事代表的背景 对不对 还蛮乖的学生 蛮乖的基督徒 那我刚刚讲的 我们在教会里头学习成长 侍奉等等等等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 我们发现我们换了很多工作的话呢 我们在教会的服饰都是因为换工作 我就从美国东部搬到美国西部 我就到那个城里头 我就找一个我喜欢的教 我们两个喜欢的教会 我们在那边就很认真的在教会里头 继续学习 继续服饰等等这样子 但是91年的时候 西安事变之前 其实开始几个月就开始了 那西安事变一发生以后 我们俩很确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管公司要怎么派我到哪里去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有服饰的意向 我才来这个工作 你们知道这个次序吗 以前都是为了换了一个工作 比方说我在G1 换到后来Tico 那个叫Rayken 我从东部到西部 是因为人家找我 我工作去谈觉得很棒啊 然后他们邀请师母 跟我女儿一起 然后我们去 后来就去了嘛 那去了以后 你再找教会嘛 可是我们 那个时候很清楚 我们就说是 我们要有服饰的意向 然后再换工作 好 简单讲 这是91年的时候 立下的新智 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93 92 91 92 92年的年底的时候 公司就 而在那个之前 那个两年当中的话 我们自己做很多祷告的时候 都觉得我们要到中国大陆去 这很重啊 这很重啊 那么去中国大陆的话呢 也有很多 因为我们在 在 教会的背景里头 有一些人 他有所谓先知的恩赐的 从神那边领受 就为你祷告 很多人为我们祷告 不认得我们的人 不认得我们的人 为我们祷告说 你们两个要在哪里 传道 你们要在哪里 都讲的是大陆的 那简单讲就是 92年底的时候 公司就要我到 上海去 负责 中国大陆 香港 还有后来台湾 大中华区的一个负责人 这样子 所以从表面上 1993年 我们到大陆去 就是公司 派我们风风光光的 去做一个 外派的总经理 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的 其实是我们去做宣教工作的 刚才讲到的约瑟 约瑟 风风光光的 做宰相 但他前面是以一个 奴隶的身份去的 我们刚刚调过来 所以我们 今天早上才一个姐妹 从美国来的是师母 二十几年的 最棒的祷告同伴 她今天到大陆去宣教去 从美国回来 那他们每次碰到我就要开玩笑 就说是 人家去宣教是真正的 很吃苦去的 你们这算什么宣教 去找个当个总经理也算宣教 但是的确确我们很认真 我们去做 那事实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他给你很多钱 让你去做总经理的话 然后他就把你时间全部买掉了 然后你是带着宣教的心志去 对不对 那你怎么样又做宣教的工作 你怎么样又来做个好总经理呢 这等一下答案在后面 但是就是18年从1991算起 一直到2009年 18年的话呢 我们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然后2009年开始 是我们第三个18年的开始 所以你就看见 这是我的故事 我跟师母的故事 你会有你的故事的 但是你要去找 你可以把它找出来 上帝不会不跟我们讲的啦 但上帝 我跟大家讲一个 对不起我多讲一点 上帝不会把所有的事情 都事先告诉你 因为那 then you have no fun 我真的会很害怕 如果他把什么都告诉我的话 他如果告诉我们 后来18年 我们在中国大陆 要发生的事情的话 我们俩就不去了 我们去一年 我女儿在 加州的Roof 5上头 出个大车后 我超级死掉 我们去几年以后 我们家买的房子 二楼 两层楼 二楼烧得 烧得金光 这一辈子就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你在大陆的时候 那很好玩就是 不是好玩 现在讲起来很好玩了 那我们 祷告同伴 他就来回醒 他说 Bob and Shirley 他说 You guys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right to draw the attack 你们一定做了什么 对的事情 所以魔鬼要来攻击你们了 蛮得安慰的 房子烧光了 但是还蛮得安慰的 好 回到 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 当我们对我们的 恩召清楚的时候 其实我要做的事情 在那个18年 很难的 其实我现在回去想 你说要我再来一次的话 我都 恩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就成了 不是我厉害啊 上帝的荣耀嘛 因为 因为他要把他的 他要把他的 赐给我的使命 要做出来嘛 他如果给我这些使命 结果通通做不出来 给黄伟男的也做不出来 给王秉玉的也做不出来的话 那魔鬼就要把他笑死了 对不对 你看你派去的人 这个不管用嘛 对不对 所以他无论如何 他无论如何 要帮我们做成的 无论如何 要帮我们做成的 那我们就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敢跟他要 我们敢跟他要 好不好 我当目球时 你们 我讲的国语都还听得懂吗 可以啦 可以啊 好 我时间要把握 因为 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就是 一不小心的话 这个话就多了 好 所以第一点 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是 我们不要停留在那种 那种架构的那种限制上头 让我们做那个星期天的基督徒 或者在这边做星期五晚上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从礼拜天到礼拜一 到礼拜二到礼拜六 我们都是主的子民 然后我们不管我们在教会 不管我们是在社会 不管我们在家里头 我们都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 跨越了主日周一的鸿沟 然后 然后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被造是带着使命来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找到那个恩招 然后 然后你就发现 这恩膏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点 你就发现神会给你的 会给你的 然后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这样子走下去的话 你就发现说 哇 这很好玩 当天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罗牧师的人生哲学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叫做 have fun 你这样就真的 you can have fun lots of fun 因为你是走在神的旨意里头 然后你会发现 如果走在 你如果走在神的旨意里头 然后平淡无奇地这样走的话 也没什么好玩的 所以一定要碰到很多难处 碰到难处 让你哭一哭 对不对 让你求一求 对不对 但是你那个底下 你在哭的时候 你还是有盼望嘛 你知道上帝要 这个事情 你不知道他要怎么成就了 但是你知道他会 他会把这事情处理好嘛 and that's fun that's fun 对不对 所以好 我们如果能够 能够这两点弄清楚了 后面三点的话呢 主要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是 那我们到底 我们做个基督徒的话 我们怎么样做 算是合神心意的 我怎么样做 算是我了解了 神给我的恩招 而我的恩膏 能够在 每天能够活出来呢 这个题目 其实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了 但是我把它 审理出三个原则的话呢 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先看一下经文 我取的是 我刚刚讲的 我就决定选以夫所书 那以夫所书本身 其实是不太容易解的 但我今天选的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那么在以夫所书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 有这几节经文的话呢 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 你们帮我一下念一下好了 帮我念一下 来我们来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战精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再来 你们做主人的 带仆人也是一礼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 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 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好 这里一大堆的话呢 解经就花很多时间了 那我整理一下的话呢 就把它叫做第三点 我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刚才的第五节 第六节 跟最后面第九节那边 其实跟我们讲的就是 不管你是做主人的 不管是仆人的话呢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你就安分守己 乖乖地 做好你的事情 然后 后面带了一个就是什么 如果你能够 不管做什么 你自己知道你是 做基督的仆人的时候 你的原则 你就可以抓得住了 这个要讲 可以讲很多很多 但是他这里 到底想跟我们讲什么呢 恩分守己 圣经里头有很多很多很多 为人处事的教导 那么 为人处事的教导 你用在我们职场上 全部都用得上的了 但是我就 我就讲几个简单的 说不定也 也举一些例子 就是说 不管我是做老板的 不管我是做员工的 那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用老板员工 这样子吧 我们要 很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要有个敬业的精神 我们要以我们的专业 来好好做好 在我们工作上 我们很谨慎 我们很细心 我们很诚实 我们很勤勉 我们很敬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原则 这个叫做安分守己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 很安分守己地来做的话呢 你就发现 你不知不觉的 然后你就发现说 可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 他也这样做 我也这样做 那我的那一份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就发现 其实神不断地会跟你讲话 真的 神跟我们讲话 是很真实的 我是一个 我要问我们的术语 灵里头很不敏感的人 那因为我的师母 英文很棒 他很长的时间的话呢 基督教 中国人的基督教机构里头 有一个机构叫做爱修园 那么爱修园做了很多 对于中国基督教华人教会 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就是介绍全世界 最棒的一些讲员 来到台湾 到其他华人 在北美各处办 我们叫特会 那有很长的时间 我的师母就是 翻译之一 其实以我的角度 我这当然是主观性很强的 他是最棒的 你们下次碰到 认识师母的时候 你们要跟他讲 我讲过这个话 那他就会把我骂惨了 他真的是很棒 他真的是很棒 那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发现 跟很多的这些长者们 跟他们认识 你就发现他们 他们生命中的 很多实在的话 那我们就学习嘛 好 那这个 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头的话 现在比较不是问题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呢 有所谓福音派 就是圣经上的话 那这个也把 对不对 对毛密调查圣经话 来行事为人 对不对 那么 另外一个叫做 灵恩派 讲圣灵的工作 那圣灵工作 我们等一下要讲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偏颇 圣经的话 忽略圣灵的话呢 这很麻烦的件事情 如果我们只重视 圣灵所行出来的 很多的事情 特别是属于 神机歧视的事情 然后神的话 不去顾的话 这也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很多教会 我们都在这个平衡圈里头 在挣扎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新兴教会 我认为是很平衡的 因为我也跟新兴教会 有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 一个 Dudley Hall 一位很有名的牧师 这也是师母妈翻译的一个 他讲一句话 我觉得太 入目三分了 他说是 他说 Everyone thinks their church is the most balanced church 因为你会在那个教会 就是因为 你的那个教会 太平衡了嘛 你会到新兴教会来 留在这边 特别在这边服侍 你就觉得 这个教会太棒了嘛 对不对 但其实我们都可能 有些偏颇的了 好 我讲了这么多 想要刚才讲的什么呢 就是因为 因为 因为 爱修园 试着是 要把这两个 都把它 平衡起来嘛 所以就会有一些 祷告啊 医治啊 这些等等那些东西的 很多人 被祷告以后 就会倒下去 这你们都听过 对不对 那 那很自然 因为 来的讲员 都是很棒的这些讲员 我们讲 很有恩高的了 那罗某人呢 是我们 教会里头的 不倒派 那我新的教会里头 已经不是 无名小卒了 我已经 已经是长老 执事的 这个位分的 可是我就 老是不倒的 你知道 我是老是不倒的 所以我说 灵里头 很不敏锐的 但是 但是 你知道什么 像我这样 灵里头 很不敏锐的人 我也听得到 神的声音 如果连我都 听得到 神的声音的话呢 拜托拜托 你们一定听得到 你们一定都比我要 灵命的多 好 回到这边 这个跟这个相关的 那这边我想讲 就是 当我们安分守己的 来做基督仆人 在我们的工作上 我们来服侍神的 你就会发现 上帝会做很多事情 他会在这过程当中 他就 他就把他自己 就给你看 他就 在圣经里头 在 在 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写 以夫所书的同一个 同一位使徒保罗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蒙召的是 什么身份的话呢 你要守到那个身份的 OK 所以我如果 我蒙召的时候 我是仆人身份的话呢 我守到仆人身份 我是主人身份的话呢 我是守到 主人身份 但是 刚才我们读的 很少了 你做仆人的话 你有一些行事原则 你必须照着做的 你如果做主人的话 刚才 第九节那边 特别强调 你对你的仆人 就要 对他很好 对不对 那这个我觉得 蛮符合 我们 儒家哲学的 有讲到说 是以小是大 要勇 以大是小 要人 这个我觉得 蛮符合圣经原则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刚刚中间那边有一句话 中间有一句话 刚刚中间这句话呢 我在念 刚刚讲说是 甘心是第七节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 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识 换句话说 最大重点就是 不管你的位分 是什么的话呢 刚才第三节 讲的是我没有做基督仆人 可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还不止这样子 刚刚第八节里 有讲到的话呢 我点了一个 哥罗西书的 这边 他说是你不管做什么 都从心里头做 好像是给主做 换句话说 黄伟男是我老板 我很勉强地 来服侍他 可是这个人 虽然是很那个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咬牙切齿 那就很难忍下去嘛 但是如果我可以把它 把它提升到说 我纵使在这样的一个 状况下的时候 我也是为主而做的话 那就容易很多啦 因为这上帝要我做的 上帝要我不管他 对我怎么恶言相加 我也要尊敬他 然后你就发现 不知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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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谁受益最多吗 我们自己受益最多 因为我们就变了 Christian Christian这个字 是Christ-like 对不对 就是Christ-like 像基督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徒弟像师父啊 我们的一生的盼望 在保罗另外一本书 在菲律宾书里头 他有一句话 他说 他说 奥基辈后 努力面前怎么样 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我个人一个很大的信念 我很喜欢篮球 所以以前Michael Jordan的 我都看的 林书豪的话 也一定看的了 那我就发现 就说是 不管是运动家 艺术家 科学家 我们生命当中的 所有的棒的东西 衡量的话 其实画起来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上去以后呢 会下来的 运动家比较明显 对不对 篮球可以达三几岁 网球二十几岁就不行了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滑水那个叫什么 不是溜冰的 十几岁 不到二十岁就不行 还有滑水的那个的 都是十几二十岁就不行了 那都是上去就要下来的 但是你知道什么吗 我很高兴的一点 我69岁 报告一下 69岁我还真不服老 因为我发现什么呢 我还可以继续成长 就是说我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灵命的成长 是这样长上去的 因为 因为菲利比书里头 圣经里头讲到就是 如果白话讲出来 就是 原来我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耶稣在那上面说 哇你这是 你这个 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上来上来上来 在等我 那因此 他 我越能够想到这点 我就可以继续长 我70岁的时候 最好是比我60岁的时候 灵命要好一点 我80岁的时候 比70岁的时候 我希望灵命更好一点 我的岳母95岁 如果你们有幸 认识她的话 对不对 大家都同意嘛 教会里头 灵命一起棒的 95岁 天天读经祷告 OK 我们小组 我们家今天有小组 礼拜五晚上 我过来没办法 但是呢 开玩笑 但是也是真的 我们会查 我们小组 说小组 其实是一个大组 有两位牧师 两个师母 一个长老 还有一个师母 然后但是 但是我们查心 有些谈 大家讲败清楚的时候 大家说 听 罗牧师你不要讲了 我们请张妈妈来讲好了 张妈妈一讲 大家说 对对对 我们有这样的人 在我们前面 我们就很受鼓励嘛 原来我95岁 可以这样子 虽然我大概 远不到95岁 就已经先见主面了 对不对 不知道嘛 不知道嘛 所以当我们还在 世界上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被勉励的 就是说 今天讲的是职场服饰了 今天讲的职场服饰的话 就是说是 我们安分 刚刚第三个讲的 安分守纪 我们做好我们那份 专业来服饰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 我做这些 我中间会受到很多苦的啦 但是我如果知道 我是为主而做 我知道就是说是 我这一切是神给我的 而且是 他为我所命定的话的 而且 后面还有奖赏 我今天不讲奖赏了啦 今天不讲 因为奖赏这个 很大的题目啦 就是跟大家讲 那个基业有关系 就是说那一份是神给我的 别人拿不走的嘛 拿不走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钱 但是不一定不是钱啦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好了 因为我做总经理 在大陆的时候 那大陆那时候发展 我想讲的是1993年的故事 那公司就寄以后望 那我很幸运 有机会来做这个工作 但是大陆那个时候的话呢 经济上其实变化很大 那我们公司在好几个 不同的行业 中间有一个 当时发展最快的 就是通讯业 通信 然后通信业的话呢 那我们雇人 我们做 我们订单拿得很好 他一下子他整个 大陆就搞宏观调控嘛 他一喊停 全停 全停的话 我们那时候公司蛮小的 50个人 50个人我们做 1000多万美元的生意 那公司要求我才15个人 才30% 我看来看去 祷告来祷告去 我身体上 我怎么祷告的话呢 弥加书里的话就跳出来 弥加书说我们要行公义 好怜悯 然后呢 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 我怎么祷告 我就过不了关 所以我就跟我的师母讲了 我说准备好了 我们可能会被拆遣回去了 因为我拒绝做这件事情 我是蛮听话的一个 但是我是 感谢主 我有的原则 我是不能夸的 所以我就跟他们就谈了 先跟HRVP谈 谈了以后 他说可是他们交代任务 他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 我算给他们听 我说你这15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公司 在中国发展很大 我们公司有六大部门 每一个部门的话 每一季度派一个人来 Business Class 到我们这边来做五星级的饭店 我刚才算过了 我说你们 一个季度来一次的人 改成两个季度来一次 六个部门 三个月省下来的 飞机票钱 五星级的 两个礼拜 旅行 这些加起来的话 我15个人可以救回来 这个事情就一直闹闹到我CEO那边 因为CEO非常喜欢我 那CEO他就说 他说爸爸 你无论如何不肯让他们走 我说对 我说 That's the wrong thing to do 我说 我说这个已经不是讨论的问题 这是一个错的事情 我的CEO居然支持我 居然支持我 我辞成都准备好了 真的辞成都准备好了 然后你知道什么吗 然后我们就教他们扫地 清洁 所以后来我们公司很有名 就是人家来参观我们公司的人 就说你们不是怎么这么清洁呢 你们公司怎么这么干净呢 跟那个事实很有关系的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员工也很感恩 我们没跟他们讲 但是这种事情 他们都会打听到的 那你就后来发现怎么样 后来发现市场 六个月以后 啪又开始出来的时候 那些财的公司 本来跟我们在变的 他没有人了 他的人我把他雇进来了 七年以后我离开公司的时候 七年 七年我把公司从五十个人 带到五百以上的人 我都不知道五百多多少了 我们从一千多一点万 带到两亿美元以上 感谢主吗 上帝会做这些事情 那我当时 我当时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嘛 但是是不是 我如果坚持原则 就一定可以成呢 未必 我跟讲另外一事情 这个人到今天我还没见过 与我同时碰到这个状况的一个 另外一位弟兄 也是美国去的 香港背景出去的 也是总经理的 他也拒绝裁员 公司就把他裁掉了 我一直很想跟他见面 后来就没有机会见面 因为他后来就被 他就被砍掉了 被砍掉以后 另外一家公司给他 也是总经理卫视 就到杭州去了 我就一直没见到他 但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然后他后来在那家公司 找到了一个企业文化 是他能够的 他在那块上头的话 他继续来吃产服饰 很美嘛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就我们领受这块的话 上帝怎么跟我们讲 我们就怎么去做 阿们 可以吗 我今天跟你们讲都是好听的 我很多不好听的 我们私下讲给你们听好了 好 我们往下跑 当我们 当我们为主 来做 然后 所以我刚讲的 赏赐可以是属灵赏赐 可以是实质上赏赐 后来我加薪加的不错 你想想看 我带一个两亿美元的公司的 总经理的位置 跟我带 一千五百万美元 我的薪水有没有加 多少要加我一点 对不对 所以感谢主 然后你就发现什么呢 到最后你就发现 原来 上帝好厉害 他都派圣灵在那边坐 我今天已经时间耽误很多 我就不多讲了 还是以福所书的话 刚才讲到的圣灵会启示我们 而且圣灵 他就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边讲到的就是 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 真的超过我所求所讲的 真的超过我所求所讲的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就发现 耶稣的这句话是很实在 这个我们来读一下 好不好 这是耶稣讲的 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这好像亵渎神 居然敢做比 耶稣基督还大的事 这是耶稣自己讲的 耶稣口才再好 声音再大 他在山上来 来来来 来谈登山宝训的时候 讲多一点好了 几千个人同时听 已经很厉害了 他的内功很强 能够传音入密 千里传音 几千个人听 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大步到家 一步到全球转播的话 不是几万人 不是几万人 不是几百万人 可以是几千万人 一起听 对不对 Amen 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这些事能够成就的话 是上帝自己做的 而我们很重要的是 我在这边居然有份 居然有份 我的哥哥 我一个大哥也是牧师 他案例的更晚 他74岁才案例做牧师 他是一个科学家 IBM的专利很多的 在美国的 然后他很久以前 二十几年前 快三十年前 他小孩很小的时候 他们在家里出草 他在前面推一个草 真的推草机 在推 然后他儿子就有一个玩具的 推草机在后面跟 然后他院子很大 在身后睡 很热 然后 弄完以后 累得半死 流一大汗 他儿子就说 Dad 他说 We did a good job 他就跟他的爸爸说 爸爸 我们把这个院子 除草除得很棒 他推的是一个玩具的一个 玩具的一个 但是他跟到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能做的很事情 不光只是自常服事的事情 你很多事情 神要成就的话 但是我们居然在那个上头 有愤的话 What a pleasure What an honor 可以是have fun 大家相信吗 好不好 这是可以的 我们生命中 可以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来享受 在生命中 我们跟神相交 我们就发现说 哇 原来 原来 当我们能够把 主日周一的红沟 夸过去以后 当我们更加的认识 职场上 神造我的时候 就是把我来 放在这里 要做chocolate 对不对 就是把我这边 放在这边 要来带小孩的 主日学老师 或者幼稚园老师 或者做发明家的 我最近 碰到一个年轻人 把我吓了一跳 是我们上海团企 一个一位 一对夫妇的儿子 刚刚大学毕业 他要念 molecular biology 要念他PhD 这是分子生物学 然后他 你听他讲的话 他真的不是自大 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 他自己觉得 他要在这个上头 要来荣耀神 那我说真的哪一天 他得诺贝尔奖金 都可能啊 但是他的出发点 很纯正 就是要荣耀神 这么年轻的一个 22岁年轻人 可以这样子 我们不管 我们活到老 学到老 我们每个人 95岁的 95岁的 我的岳母 你知道他现在每天 除了出境祷告 他在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吗 有一个课程叫做 基督生平 希望将来 新兴教会 我们也要开 师母在教的 很不好上的 我才上到第三册 他已经看到第六册了 听众姐妹 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被造就的 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头 跟我们的阿爸 天父 跟主耶稣 连结在一起 然后圣灵每天 在我们生命里头 来工作 我们可以先蒙福 然后我们可以 把我们所认识的神 我们传给别人 阿们 我们一起糟糕好吗 主我们把 今天我们的聚会 恭敬仰望在你面前 孩子讲了很多 有时候 讲得有点乱 主但是 请你来做整理的工作 让今天来的 不管是 祝女的弟兄姐妹 或者 还没有 新耶稣的 我们的好朋友们 主我们每个人 都能得到帮助 愿主你自己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被你的话语引领 我们更求圣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做工 当我们愿意 降伏在你面前的时候 愿意 那启示的灵 是智慧的灵 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能够 按着你旨意而行 活出 主耶稣 你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做光做眼 还是特别要在这时候 奉主你的名 要来祝福在座每一位 不管哪一位 在职场上 是怎么样的位分 主你来恩高他们 让他们认识 他们自己的恩招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活出 主你拆牌他们 到世上来的目的 让他们的生命 是被造就的 让他们的生命 是充实的 让他们的生命 是丰富的 让他们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经历 主耶稣基督 圣灵的大能 让我们的生命 在天国里头 在神的国度里头 也算有那小小的一份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得以延续 让主你自己得荣耀 哈利路易亚 谢谢主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帝祝福大家